今天又來到啟德 隨著啟德車站廣場第二期陸續開放 意味廣場的工程都接近完成 大部分範圍都已經對外開放 算是為啟德的居民帶來一片等候多時的綠洲 不過位於屯馬線啟德站上蓋的一塊土地 卻仍然處於閒節的狀態 近期還因為計劃用來做簡約公屋的臨時辦公室用途 而備受爭議 今天我就和大家尋找這塊土地的前世今生吧 啟德的規劃我之前的影片都講過很多次了 今天就著這塊閒節多時的土地 我們又翻開當年的啟德願景 今天講到的是一塊叫1F3的用地 多年來都是畫作商業的用地 1F3地皮屬於當年規劃啟德坊的一部分 如果你去過啟德都不難發現 現在換言一居啟浪園啟德1號等等的基座商場 其實都是兩層高的 這些商場的設計理念 都是因為在當年的啟德願景入面 希望將啟德城中心 發生成為倫理關係和睦的歐陸小街 當然最終啟德坊就和歐陸小街 一點都邪不上關係 看回啟德的分區計劃大江藍圖1F3的土地 畫為其他指定用途地帶 標著為有商業設施的火車站 分區計劃大江只是說 區域會主要用來做火車站和商業設施 並需要在地庫提供公共通道 連接到未來的地下購物街 而有關土地裏面的商業設施容積率 最高只是0.5 建築高度最高都是15米 意味土地只能夠興建兩層高的建築物 地皮發展區沒有那麼蚊營 可以發揮的地方不多 所以這麼多年來 我都覺得會比港鐵發展 也都很順理成章 不過這塊這麼多年 好像埋一般的土地 竟然因為政府而再次引起社會的關注 還揭露這塊土地 原來仍然都是政府的土地 早在2月初地政總署發出諮詢文件 建議背出1F3用地 作為啟德簡約公屋項目辦公室 為期一年多 去到2025年年尾 文件裏面透露 這塊土地面積接近5萬平方尺 發展限制方面 就跟剛才說的地界條款混合 建築物的高度不能超過兩層高 而經過傳媒報導之後 啟德居民普遍表示不滿 還質疑為何在區內一個核心地大的地方 一定要在這裡建臨時辦公室呢 最終房屋局局長何永賢 就說為免影響木林的關係 政府主動撤回申請 不過政府似乎還未對用地的未來發展發表意見 近期政府再次提出在啟德興建環保運輸系統 那麼1F3這個用地 又會不會好像晴朗商場對出的空地一樣 原本就是流來做輕軌呢 翻查當年的環保運輸系統可行性研究 車站廣場站的位置並不是在1F3的用地上面 不過原本的輕軌也會逃經這塊用地 那就解釋到為何這塊用地會丟空多年了 我在以前都說過有不少商業發展都會按政府的要求 而保留若干的用地 作為未來的鐵路或者相關的發展 這些要求都會聯名在地劇上面 例如有新型朋友的石塘坊 太平洋廣場 甚至火炭的星外提案都有 不過這些預留位置又不一定會真正用 在更多的情況下其實土地是會丟空 但有關土地的業權還是屬於政府 在這些情況下發展商就很被動了 既然搞開了1F3的用地之謎 那麼1F3未來應該怎樣發展才能夠平衡 和持份者的需要呢 最好的結果當然是用1F3用地 作為現時重新研究的啟德智慧綠色運輸系統車站之用 不過由最新的區議會文件顯示 輕軌啟德站似乎再一次不會在1F3這塊用地上面 而一新的輕軌站 會在ASI和屯馬線啟德站之間的空地上面 相信等輕軌真正上馬的時候 亦都會借用1F3用地做臨時工地 而未要再次釋放這塊用地出來的時候 可能又要等下一個十年了 如果能夠回到最初 處理1F3用地的理想做法會是怎樣呢 或者可能將這塊土地和ASI的土地一併交由南風發展 並由挪威建築事務所Slowetta負責 相信可以更加好去發揮這塊土地的功用 啟德遠景酒釣已經成為既定的事實 那次重看輕軌又能否為啟德帶來遲來的春天呢 留言告訴我吧 警,'我站在安全用來奪 Dark Ad Hyp二 展示劃 shipping 開玩笑 支援